朝鲜这颗不定时炸弹近期动作频频引起全球关注 彭博社报道美国智库分析卫星图像发现 平壤东北部风西里和试验场近期活动频繁 包括试验场的北方入口 主要行政区及指挥中心等地区都不时有工作人员进出引起关注 朝鲜挑衅意味浓厚而美国也不是省油的灯 特朗普早已经表明立场 声明已经针对此事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放话 如果北京不帮忙美国会自己采取行动对付朝鲜 值得关注的是朝鲜将在4月15号庆祝金日成诞辰105周年 外界分析金正恩很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再向美国及中国挑衅 进行核试验或试射导弹 至于美国盟友日本则认为朝鲜恐怕真的已经具备沙林毒气弹头的导弹 就在各界担心朝鲜发射导弹之际 男主角也就是金正恩 今天则现身平壤文化会馆广场 出席活动剪彩 在场又是鼓掌又是向民众挥手 全程神情自在 朝鲜的警装局势近期不断升温 金正恩不理会大哥华盛顿的警告 也没把联合国制裁放在眼里 继续试射一系列的导弹机发展核项目 各界都担心战争恐怕一触即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